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业绩也太拼 卖车还要包办过火 采访时业者聚访 不过表示车主刚好是他们的同事 并不是每个客户都有这样的领域 在台湾的交车率逐年攀高 可是反观去年全球车市其实不佳 这几年的销量影响下就前几年比起来 这几年相对来说成长近乎两到三成 全球汽车挂牌数去年下降百分之13.8 美国下降百分之14.9 中国更是下降百分之1.8 再看台湾车市表现逆势成长百分之4 总共有45.7万辆汽车挂牌 近年来国产车挂牌率不断增加 以一年增加百分之5.2 超越进口车的百分之2.7成长率 逆转2005年以来的趋势 台湾的经济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个别的消费而反而因为国内旅游 增加不能出国的嘛 所以这个对汽车的需求量相对也增加 所以我们的国产汽车的销售量增加也是一个必然现象 因为疫情关系重创全球经济 连带车市也受到影响 可在台湾购买率却不断提升 学者说正不补助 让国产车的销售量在疫情期间逆势成长 三连新闻 吴库瑜 曹村长 钟某军 台中南投 综合报导